我的真主婦他當初住在現在寶山鄉和鵝眉交界的地方 我的真主婦當初就是因為在這種的日人的強烈的抱負之下 無奈的離開他的故鄉 那時候的遷徙是整個村莊幾乎是整個村莊一起離開的 到那個內達坪去的 北埔事件起義當中許多跟我真主婦一樣遭遇的的人都有這種沉痛的記憶 北埔事件從內達坪開始殺出來的時候 他是由何麥龍 何麥賢兄弟 還有吳欣炳 由他們一路往北埔這個方向殺回來 他們是有目的 有組織的一種方式去做 而取目的 完全是鎖定在日本人 我們當時發生的時候 我們在那裡有錄影跟我們講的 我們當時後來是平平平平平 我們在那裡有錄影跟金廣湖的 金廣湖那裡有錄影 北埔知聽所就是現今的金廣湖 北埔知聽也有很多警察 很多都被殺 就在這金廣湖的前面觀察 那時候在北埔日本幾乎被殺光了 根據紀錄來說 好像被殺掉的日本有五十幾個人 被殺的當然是警察 還有公家機關的人 太太的兒子呢 在北埔的這個無一倖免 我聽老年家講的 給日方殺掉的愛用 受到日本的這個苦行 有的手腳釘 鐵釘 鍋鐵鍋 春戀起來這樣拉到那個山上去砍沙 我相信去日本來做 大家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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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戰爽 隨時去春眠 老日本人講 時間會去做的 去炸燈 你沒練到我的伯 沒練到我的伯 隨時去日本 日本人都做到唱片 我的阿台 其實有做到唱片對面 對面上看 他到台下 鐵釘是鐵釘 我刺的 我來不可以刺的 鐵釘是鐵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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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被日本人殺掉 或者是無辜被宰掉的 有多少 到目前為止 台灣人死亡的名單 現在已經有八九十個 但是實際上 恐怕是超過一百多 這個五指碑 寫著五個小孩子的名字 日本的小孩子的名字 如果沒有再詳細地去研究 北捕事件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跟五指碑有什麼關係 恐怕這個北捕事件 永遠在埋沒在 這個歷史洪流裡頭 第一次帶我去看五指碑的 就是有一位叫做 趙傳淵趙先生 賽下族的家長 趙先生很虔誠的雙手 向這些五個小孩子 祭拜 好像被我們的族人殺掉了 給他們道歉的一個意思 用日文化來講 我非常感動 但是我們去看北捕 那個五指碑 前面擺滿了玩具車 這是當地的居民 給他小孩子玩的嘛 這表示說北捕人還是滿寬容的 你們小孩子是無辜的 北捕第一個它是開發很早 在新竹線來講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的時候 不久就設了北捕工學校 因為它是往內山 開發的一個 長腦也好木材也好 表示那個時候北捕日本滿重視的 當時北捕事件發生的時候 北捕工學校的校長叫安部校長 像安部校長跟安部校長夫人 甚至他們來到北捕 每幾年他們都會講客家語 北捕人對他們都算是很敬忠 才會造成說北捕事件的時候 北捕的一些人會去保護安部校長夫人的事情 北捕事件 當時領導人是蔡清林 蔡清林本人 地方上的人 對他的風評不是這麼好的 就是說他跟一個日本的女人很要好嗎 那日本的警察就 叫他不要跟蔡清林好啊 那蔡清林對日本人很反感 好像說那個滿清政府會派人來 跟我們呢 銜接聯絡 成功了以後呢 說不定還有官可以做 很多人呢 聽信了這些話了 愛用的那個太醫很低 也是文賢的工作啊 所以他那個山上工作 不知道那個街市的 日本的知徒 日本的病例 都嘛 有助盡嚴密 一定都不曉得嘛 如果曉得的話 他不參加嘛 聽說吧